快筛世纪就是都剩这边而已 其他都买完了 药局货架上一大早人员补货补不完 一旁还有不少民众上门来买快筛世纪 乔农机师与家人群聚事件 却中心大规模发送疫情警示简讯 让民众抢买快筛 店内有三种快筛世纪 目前的话有两款的话都已经销入一空 一生两到三成左右 大概他们买了二十二三十盒左右 快筛品牌卖到只剩一款 钥匙产颜从简讯发放开始 快筛世纪询问度就大幅提升 还有人是没收到简讯 但亲友收到跟着紧张 也赶紧买回家检验 要卖完了不好吃 都没有了 对 今天的要可能要等进入 不只药局部分超商的快筛世纪也很热销 来友夫就坦言丝毫的快筛世纪销量 和过去一周日均销量相比 成长约三到四倍 但目前并没有卖到断货 朋友在我旁边 然后他就说我有收到这个 然后他就说 因为我们其实在同个附近工作 可是我没有收到 可是我们办公室的其他人都有收到 有一些有 收到一定会紧张 不少民众才言是没有朋友收到简讯 但完全不知道到底 是在哪个场所和确诊者有接触 大量发放市井简讯虽然是为了安全 但也不免让民众感觉有些乱枪砸鸟 因为这次细胞简讯发放是疫情以来最多一次 去年钻石公主号事件62万风 磐石剑官兵感染约24万风 万华茶室也仅有60万风 黄南市场8万风 但这次长龙鸡市疑似感染Delta确诊 则多达110万风 水中心解释是因为四人活动轨迹较多才会大量激发 提醒有收到简讯民众出现身体不适状况 务必前往裁剪 保护自己也保护他人 TVS新闻 这条张维贤 请大家订阅按赞 分享TVBS News频道 并且开启小铃铛 也请用手机下载TVBS新闻APP 让您随时掌握国内大小事